蘋果宇文新聞 蘋果宇文新聞 都蘋果因為我們的隨堂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跟姚元昊分手以後 一直關注他的戀情 然後呢 他去騎一個腳踏車 也會關注他旁邊是誰 但是呢 其實都是幌子 這次來了 他終於公佈他心中的 Mr.Right是誰 這誰的眉腿 又指我們攝影哥哥 做出這種點點點的舉動啊 哦 原來是堂堂啊 他和導演張上懷倒 在一站宣傳新片裡的秘密 堂堂的美 連韓國人也招架不住囉 好 堂堂要指導一下 堂堂要那個動作指導一下 OK 很好 接下來 我下去 導演真的很像洪洪 這些動作還是堂堂法 比較迷人啦 是說追回到浮善陰站 還是堂堂第一次看到成品說 那你自己的部分裡面 你覺得 原來是不容易的嗎 你要多驚喜啊 因為唱歌還不會太難聽嗎 真的啊 很難聽嗎 也不會啊 所以那是直接現場嗎 再後來有什麼 對啊 即興的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即興的 嘿嘿 看他聊這麼開心 趁機追問八卦最實在 你們現在有人追你 但是沒有 但是你是準備好 誰可以 因為之前你說你第一次 可能因為你比較大的 就不容易接受到 就是太久沒有 太久沒有被追求 所以我的那個 我覺得我的那個天線 這一方面天線 已經有一點 不長 還要慢慢再修復 還要慢慢再修復 希望可以更改一點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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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 跟鄭宇盛嗎 好 如果我們看他的話 我會非常願意 嘿嘿嘿嘿 聽我的新聞 嘿嘿嘿嘿 是韓國釜山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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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